我其實已經忘記兩年前的事情了 然後今天的比賽我其實主要還是會先 下去的時候先以適應一下當天的風向為主 然後在打的時候就是會去盡量 嘗試一些不一樣的出手跟球路吧 就是要更熟悉成績的風向 然後去為明天的比賽做準備 還蠻開心 就是我那時候想說第二局落很多的時候 我想說蛤 我覺得要這樣結束了嗎 然後我想說不行而已 然後就是想說至少看能追幾分算幾分這樣 後面效果就還不錯這樣 就是像這幾次出國打比賽 就是有時候也會有機會跟學者做交流 就是希望可以從跟他交手的過程中 能學習到一些東西 然後再加上今天可能他的粉絲一定比較多 所以想說就當作一個訓練 就是一個抗壓性的訓練這樣 多少還是會聽到 我想要聽不到應該也很難 對啊所以就是謝謝大家就是這幾天都 來幫我加油然後還有真情的告白 在比賽的時候是沒有想太多 就是以自己平常的狀況去發揮 然後衡量自己的跑動狀況 然後再去決定說出手應該要怎麼做 就希望說自己可以把明天的 該有的表現就是希望自己可以 堅少失誤然後去比賽 因為日本的選手也是都很 很有耐心然後也都會有一定的水平 他們的跑動能力也都相當的好 努力認真練習 沒有更多的